嗨 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測試的關卡是原野上的怪異生物案 就是掠奪機械爆 Extra的關卡 這關卡不難應該還好 我用了比較普遍性使用的獸隊來通關 如果說有問題或難度的話 我來看的話應該是除CD吧 不過應該還好 至少CD5起來的話應該都OK 我指定那個CD1的那隻先殺 欸很好 沒有KO掉 有著讓我儲CD 做一個強化的 哇 哇這攻擊力是多大 哇一萬四欸 哇這個隊伍還撐不住欸 哇一萬五應該也是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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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攻擊太強了 所以這隻就沒辦法除CD了 噢 血量還不少喔 噢 六萬耶 六萬的血量 大魚絲COMBO 這個可以利用這邊來處CD啦 不過我是覺得還好 因為只要CD5就夠了 不然他攻擊5萬8 也是蠻痛的 噢 耶 超痛 補一下 我現在是在第三回了 還好 可能有點會補太多啦 不過無所謂 因為CD5會很快 好像我現在就可以故意 故意不攻擊 不是不攻擊啦 攻擊力把它降落的話 就可以除CD了 噢 好像有點回不太回血 我回不太回來 不解決 這精美的血量真是太...漂亮了 5CD是除回來的 可是血剩2000多而已 噢 有點危險喔 這個順序應該是這樣 啊 燒一吸 看起來蠻簡單的關卡 好像還是有點危險 一樣順序要挑一下 重量給我按的 看來要先打這隻 因為我沒有用全部都轉型 所以才會變成說打起來有點危險 哎呀 有必要玩得這麼刺激嗎 對 下一關就打完了 所以 血還是買一點比較保險 因為這個回血量有點太精美了 不多說了 先放再說 一 二 三 四 他血量八十幾萬是還ok啦 剩下用火弓 哎呀 忘記了 要牌豬啊 破壞掉 忘記他要指定形狀 打得太開心了 指定形狀出來了 還有攻擊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一 二 三 四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應該是可以轉 應該是 要挑第二隻 一 五 四 一 五 三 五 一 五 一 五 要不要跳第二隻 我可以放得再一個技能 這個的話 看一下 光珠沒幾顆耶 沒幾顆就算了 裝火珠就好了 這要小心的不能像剛才一樣 剛才浪費了一回合 就補血了 不囉嗦 好危險喔 最後一回合 為什麼獸隊還可以玩得這麼刺激 主要是因為他CD很快就回來 兩回合就回來了 看一下喔 應該是這樣吧 打得有點險啊 基本上獸隊是可以通關 只是沒有那麼好打 我是建議如果可以打的話 還是用史萊姆王當隊長回家 如果沒有史萊姆王 可以找隊友也OK 看一下這個 來看一下獎賞 鬼魅千年靈魂史 還OK 最好是萬年啦 對啊 但是不如小補 好 以上這個 原理上怪異生物案 案的機械爆的一個打法 給大家參考看看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 大家看見吧 D